编译国语同综合报道,距离圣诞节不到一个月的时间,恐怖组织伊斯兰国IS在网络上刊登二张宣传海报,预告将在英国、法国及德国的圣诞市集发动袭击,让欧洲当地政府呼吁民众在逛圣诞市集时务必提高警觉。 综合外电报道,二张宣传海报都以英文、法文及德文写道,Soon in your holidays 的口号,让人不寒而栗,一张是以伦敦街景为背景,图中的圣诞老人的背后是一名蒙面的恐怖分子,另一张则是以巴黎爱菲尔铁塔为背景,图中有着一名手持人写道具的男子。 过去的圣诞节前后,全世界皆有IS突袭事件发生,造成了不少的死伤,这次的预告也恐怕是完真的。 二张海报,预夺,二十五,日游圣战者之军,Army of Mujangin,刊登出,随即在网络上传开,也让已准备好前往圣诞市集的民众提心吊胆,而这次IS发出的写喜圣诞市集预告,更让人提前不安。